診所PCR採檢開跑 快篩陽性的民眾完成報道後 一個一個輪流到檢疫篩檢庭 由醫師採集檢體 最後由檢驗所人員統一帶回檢驗 把PCR的時段分為三分鐘一輪 每輪大約安排四到五人 平均每人二十五秒就完成採檢 但新政策上路時間正好碰上假日 行政物流都休息 多數診所沒試劑 加入不了採檢陣線 更傳出幾家沒合作的診所 被誤植到PCR名單 快篩陽性的民眾透過篩檢地圖的網站 找到住家附近提供PCR的診所 再打電話預約 依照時間到現場後 先在報道處填寫資料以及切結書 接著等唱名到檢疫篩檢庭進行PCR 採檢完務必直接回家 診所PCR試跑第一天 快篩陽性的民眾急著想採檢 不少聽到風聲 但沒預約的民眾直接到現場 現場大概有快進十位是沒有辦法給他們做試劑 因為試劑現在馬上要收回檢驗所 那我現場就一一跟他們道歉 基層醫療投入人力 快篩陽性的病人提前電話預約 配合診所規定 別都往急診蟲 三立新聞 餘得情 熊滿意 SNG小組 台北 翠寶寶島